神谷终将 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统帅 否则 我们应该感到羞愧和庆幸 是 回来了 回来了 你好 回来了 来 我帮你 王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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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院长好 王院长好 好 王院长好 王院长好 你好 王院长 你好 好 五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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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 你就是真要走的话 你得跟王大哥说一声再走 就是吗 你连一句话都没有 是啊 我已经跟他说过了 他也同意了 你就不能留下啊 大哥不是说了吗 让你留下来和我们一起 五角 要是没有王大哥 没有小王他们 我们可能早就没命了 你们可别忘了啊 当时救你们的时候 还有我和二哥呢 是啊 是是是 大翁说得对 我们一起 连手杀鬼子有什么不好 就像这次护送江森 我们哪个人能单独干得了啊 你都忘了吗 拿土匪圆和你换的时候 那小鬼子耍了多少花招啊 如果要是我们单干 那不早上让人给收拾了吗 就是 你们的恩情 宋无娇今后一定报答 宋姑娘 你要是死了呢 那这恩怎么报啊 死 她死不了 你看我这嘴 天生我不是那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 这宋姑娘一个人她容易死 我 五角 你的仇就是我的仇 也是我的仇 也是我的 也是我的仇 这也是我们全中国人的仇 我们八龙军 还有全国的抗日力量 都会为你报仇 就是这话 可是宋姑娘 你想一想 我们大家的仇 还有全国老百姓的仇 你是不是也得报啊 你是不是也得替他们去杀鬼子啊 我 我并没有只想着自己 所以说 每杀一个日本鬼子 不仅仅是在为我们自己报仇 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在报仇 五角是一定要杀了土匪员 土匪员 土匪员是一定要杀的 每一个日本鬼子都该杀 因为他们的双手 沾满了我们中国人的鲜血 这就像是早上司令员和我们讲的 我们的仇人是日本侵略者 是日本帝国主义 只有把他们赶出中国 消灭他们 我们这才算是真正的报了仇 对 不管是土匪员还是土兽员 只要杀鬼子 就是为咱中国人报仇啊 小王小松同志 他并没有找到 杀害他爹和姐姐的仇人 可他却知道 只要他在杀鬼子 就是在替他们报仇 三年的时间里 他用他的神枪 一共杀死了一百四十六个鬼子 这仇报得还不痛快吗 如今他已经牺牲了 那我们 是不是也该替他去报这个仇啊 当然要报了 五角 听大哥的吧 我们一起联手杀鬼子 一样是为你爹娘 还有姐姐报仇啊 行啊 兄弟们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什么消息 大哥 进屋说吧 好 大哥 这 宋姑娘 进去听一听吧 如果听完之后你还是要走 我王沐风绝不拦你 走吧 五角 听听大哥怎么说 好 进去吧 兄弟们 你们知道我们护送的江森 带的是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不知道 他带的 是一封日本人要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的绝密情报 大哥 太平洋在哪儿 在哪儿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份情报 说明日本人要向美国人宣战 如果美国人尽早地知道这份情报 就可以避免重大的损失和伤亡 也就是说这份情报 还有我们 挽救了成千上万美国人的生命 哎哎哎 你们听见没有 这回咱们了不得了 你坐一听大哥说 兄弟们 我们这次的任务 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做出的重大贡献 大哥 天生都不知道法西斯是啥 法西斯是啥 小鬼子 是啊 是小鬼子 但是我们这次完成的任务 比杀一千个一万个小鬼子 更加重要更加伟大 但是这一切 如果没有你们之间的配合和团结 那是根本办不到的 是 小姑娘 你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 是司令员 所以司令员让我代表他 还有全体八路军指战员 向你们大家 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和敬意 大哥 这司令员怎么能给我们敬礼呢 因为你们是真正的抗日英雄嘛 这话我爱听 王大哥 你别说 我不走 好 但是只要有杀土飞员的机会 我还是会去 五角 我跟你一起去 对 就是这话 我们都去 对 我立下个毒室 我一定要为我的父母报仇 孙姑娘 你放心 我们大家一定会帮你完成你的实验 眼下就有这样的机会 什么机会啊大哥 杀小鬼子 比杀几个小鬼子更加重要 你们愿意跟我一块去吗 他们人愿意了 一句话 大哥 我们跟你去 只要能为我父母报仇 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好 大哥 你说什么咱们都跟着你干 你就说吧 那好 我问你们 你们谁知道生化武器 啥生武器 手武器的 大哥 你就别考我们了 您说出来我们就知道了 是吧二哥 是 好 那这样 这个问题呢 等小彤回来以后告诉大家 现在我强调一下这次的任务 我们这次的任务 就是要摧毁敌人的生化武器 消灭他们的生化武器专家 这生武器长啥样啊 威力大吗 这么说吧 把它放在几个南瓜大小的弹头里 就可以让一个连甚至一个营的人 丧失战斗力 挺厉害呀 好 小彤回来了 王院长 司令员已经派人去和当地的游击队联系了 好 小彤 这样吧 你给大伙说说鬼子的生化武器 来 大伙坐 生化武器 是一种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 其杀伤源就是生物化学 不是 人家 你就说它咋杀人就行了 急什么呀 没有的话 童姑娘不是在说呢吗 那好吧 那我就简单点说 就就是嘛 越简单越好 生化武器 简单来说 就是毒气和细菌武器 啥是细菌武器啊 给 你们知道伤口发炎吗 就是化膿 那肉就烂了 那时间长了还生蛆呢 对 这就是细菌造成的 鬼子会把那些导致人死亡的细菌 放进蛋头里面 然后投放在我们的阵地上 如果细菌进入战士的身体里 最终就会导致它死亡 就是说全身溃烂 对 据我们掌握的情况 鬼子这次准备对我们使用的是 伤寒和鼠疫细菌 这种细菌传播速度极快 人一旦受到感染 马上就会有生命危险 并且会在短短的几天之内 杀死我们这座城市的所有人口 这 这 这东西长啥样 这种细菌 是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 那 看不见 温病 对 跟温病非常相似 这么厉害 那毒气呢 鬼子的毒气 严格来说 是一种神经毒气 它通过毒气罐 在我军阵地散步 人一旦吸入这种毒气 轻者 则癫狂抽搐 呼吸困难 重者 马上就会死亡 那 那人不就疯了吧 对 就跟疯子一样 甚至会自相残杀 是 这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的 怎么打呀 再说我的绣花针也不管用啊 就是这话 打不了 不是打不了 是根本没法打 咱们有劲没地方使啊 咱们不能跟那个空气打呀 就是打不了 是 大哥 要不然呢 要不然 你跟你们整块说说 给我们换个别的任务吧 派一个杀鬼子的任务 就是这话 派个杀鬼子的任务 杀十个杀百个都不在花下 这细菌 听起来会是七七皮疙瘩 让司令拿大炮红去吧 对啊 大哥 干嘛非要我们去 在这东西面前 会不会武功都一样 就是啊 好 你们几位的意思我听明白了 就是害怕了 不敢去了 是吧 行 我去跟司令员说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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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能这么说 您要是这么跟司令员说 那还不让人家把我们看扁咯 对啊 能不能说点别的 是吧 说什么 你不是有文化吗 你说呀 你怎么不说 我没文化 大哥 要不然跟司令员说 是我们不合适 对 我们不合适啊 是这样 司令员哪 原本的意思 是觉得派你们几个去 是很有把握完成这次任务的 当然 现在是因为你们害怕了 不敢去了 所以呢 我也可以告诉司令员 他还会派别的人 我们每一名八路军战士 都会毫不犹豫的 去完成这项任务 大哥 我们不害怕 二哥也不害怕对吧 是是是 对 对对对 我什么时候怕过呀 我从来没怕过 我杜大鹏向来都是第一个事 我也不害怕 大哥 我去 我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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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吧 孙姑娘 小童还有我 我们三个人去 是 我胆小鬼 不是 那 你不从来没怕 你怎么不去 快快快 你去 你去 去 你去 王院长 等我一下 小童啊 怎么了 你真的要去找司令员啊 他们是不会让我去的 那你这是干什么 再等他们来找我 你对他们还抱有希望 不是抱有希望 是他们肯定会来 我看难说 大哥 来了吧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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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去 我也去 还有我 不怕了 不是不怕了 是怕也要去 大哥 不瞒你说 我呀 从小就怕那些毛毛虫之类的东西 不过 要是惹急了我 照样敢踩 半小鬼 谁把你逼急了 宋姑娘 那倒不是 我们几个丢不起这人哪 对 更不能给大哥丢人 就是 我们司令员说了 如果你们不愿意去 他也不勉强 你们可以在根据地 多休息几天 但我是一定要去的 他把人都给我选好了 你们司令 想到我们会不去了 想到了 大哥 你们司令 都知道我们怕这些东西 那倒不是 你们都是司令员心目中的大英雄 他是怕你们有其他的事情 缠着脱不开身 再说了 求人帮忙嘛 那总得看人家愿不愿意 有没有这个空啊 就是 是这么回事啊 大哥 说吧 什么时候出房 对 想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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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大家明白了没有 还有 这支细菌部队 是前天夜里悄悄开进林泽县城的 一共携带了四十发毒气弹 还有十六罐 山寒鼠一等军 鬼子 鬼子这支部队的头目 是森田一中总 森田中队 将在鬼子对我根据地进行全面大扫荡时 配合神谷师团部队的进攻 一毒气和细菌武器摧毁我军抵抗 森田一中队就驻扎到县城东边 这个李家土围子里 鬼子们存放毒气弹和细菌罐的地方 是土围子中的一个大仓库 现在鬼子对仓库的警戒更加严厉 除了土围子上的探照灯 机枪 巡逻队和港哨之外 仓库的周围和房顶 都有鬼子巡逻站岗 这支部队的森田一中组 本身就是一个细菌站的专家 而且在他的中队 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人物 一个叫唐本剑慈郎 一个叫曹俭明 这两个人 都是狂热的军国主义者 那这毒气弹和细菌罐都长啥样 你看这就是毒气弹 细菌罐和毒气弹 就装在这种 铝制的蜜蜂极好的箱子里 装一个毒气弹 特别要注意的是 这是一种玻璃罐 因为玻璃罐易碎 更易毒气和细菌的散布 我们这次的任务 就是要彻底地摧毁敌人 的兽化武器 不让鬼子在扫荡的时候 对我们的不对 还要老百姓释放 咱们摧毁 用炸药 伤害和鼠疫病菌 遇到高温后 就会立即死亡 毒气弹呢 我们要在仓库中把它炸毁 这样毒气就不会扩散 即便有那么一点点扩散 那里地广人稀 风一吹也就没有了 还有啊 在引爆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确认 那些毒气弹还有病菌 是在那些箱子里 一个都不能少 在爆炸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在 以这个仓库为中心的 百米之外 如果有风 就在上风口 否则会给我们自己 带来巨大的危险 小头 到时候你可跑得快点 我们都比你跑得快 那可不一定 没关系 就算你跑不快 大鹏哥也可以背你 谁让你背啊 一身丑寒 行了 兄弟们 今天呢 是二十七号 我们必须要在五月一号之前 完成这个任务 否则等鬼子 把他们运到前线 那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明白了没有 明白 明白 啊 迭返非 啊花飘落 风儿轻吹黑光 那一个名字 画在眉口 那一个名字 藏在心头 有了你 很快乐 不需要理由 每一个梦里 靠在肩头 每一个梦里 暖在心头 可是这份爱 失去了温度 你约人家出来 为啥不说话 就这么傻站着 傻走着 我在心里 已经说了好多好多话了 在肚子里说的 对啊 我在肚子里说的 爱就是爱的承诺 让我陪你一起走 爱就是爱的结果 就是爱的结果 你刚才在肚子里也说话了 没有 真的 有些话 放在肚子里 咋都好听 可是 我还是想把话数 不要 说出来就变味了 不会的 只要是真心话 就不会变味儿的 真心话 就应该放在心里面 可是放在心里面 我怕你听不到 我听得到 哪一个名字 那我刚才在心里 都说什么了 都是一些温暖的话 从你一过来开始 我就觉得暖洋洋的 你真的听到了 你真的听到了 那你呢 我的心里也暖洋洋的 那你也听到了 听到了 我已经无所有 你的眼睛泄露了你的心 当我握住你的手 让我陪你一起走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如果我死了 你不会死 你一定要杀了土飞渊 你一定会亲手杀了她的 你答应不答应 我答应 可是 五角 你在这里这么久 都在想这些吗 那些东西 我们听都没听过 可你是第一个答应的 王大哥他需要我们 但是王大哥 不是让我们去送死 他也不是找我们去玩 我们要做好死的准备 我们要做好死的准备 你到底在想什么 我只是想尽全力 我们都会尽全力的 你们在想什么我不想知道 我只想告诉你 不会去找死 不会去找死 可是如果死亡找到了我 请你一定替我杀了土飞渊 让他血债血偿 让他血债血偿 五角 既然你已经答应 我也就没有什么 放心不下的了 五角 好 你用心事啊 没有 其实啊 这个细菌毒气 也没什么可怕的 只要他不泄露 我跟你说啊 抱着他睡觉都不会有危险的 我没怕 那就好 谁去放炸药 我去啊 到时候王医长呢 会掩护我 我去行吗 你的速度慢 谢谢 这是我的任务 我的任务不是逃跑 你别误会 我是想节省时间 我去把炸药放好 怎么放 放在哪里 你可以教我 而且 你进不去的地方 我可以进去 你想想 这种活我干 是不是比你更合适 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 我不会无事的 放东西这种活 只要你告诉我怎么做 我不会做得比你差 我说啊 那病菌要是把我咬了咋办 咱能找到解药吗 我说啊 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的 想防都没得防啊 这小鬼子咋就这么缺德呢 造刀造香造洋炮 还造细菌病毒 这天底下 怎么又这么缺德的人呢 二哥 我跟你说啊 上回我们村子 闹了一回猪瘟 全村的猪啊 全死了 隔壁村的也是啊 十里八里的 到处那个都是臭肉味 老北兴啊 他舍不得扔啊 又不敢吃 这我要是染上了病菌 不会全身也都臭了吧 这下完了 我问你话你 你倒是说句话呀 大白天的 你点什么灯啊你 说啥呀 你说说啥呀 我问你半天了 你问我干啥 这屋里一个人没有 我不问你我问谁呀 我咋知道 啥你咋知道 装在罐子里的 对呀 对呀 我怎么把这事都忘了 它是装在罐子里的 二哥 二哥 别看你平常不说话 说几个字 就让人心里踏实 还是以聪明 来 来 二哥 我问你个私人问题呗 温生 娶媳妇了吗 你要是娶了媳妇 一句话都不跟人家说 一句话都不跟人家说 咋了二哥 二哥 咋了 赵 银子 男人 字幕里发展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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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战 冲战 咦 啊 大哥 我实在是放心不下 他好像要去拼命似的 王院长 你们快想想办法吧 宋姑娘非要替我去放炸药 什么 你看 他不就是要去拼命吗 宋姑娘怎么说 他说他的苏骨宫 可以进入我们禁不了的地方 在不惊动鬼子的情况下 放置炸药 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 他不懂宝破 怎么能让他去呢 可是他的态度很坚决 还让我教他怎么放炸药 不行 绝对不能让他去 对 天神啊 别着急 你得让我想一想 大哥 大哥 你不会可以 他不是这么多热乎 Riley 你不动 我应该要去 你看 我能做到 对 我会不会不动 我不是不动 你不动 我会不会动 我会不会动 也在这次的目的十分明确 就是想一局消灭和删清尊队 所以说 这次反扫荡的战斗 一定是非常艰难 我不能拿老虾 不能要 真的不能 拿回去吧 回去吧 再见 走吧 请 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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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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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你离开了 所以我回来了 為什麼?